大陆外交部长王毅26号参加东协外长会议 分别与辽国印度俄罗斯外长举行会谈 王毅表示大陆将加速融合发展与东盟自贸区进行3.0版谈判 另外还将率先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向国际表态 王毅还阐述了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各方积极评价中方为促进和平稳定所做努力 欢迎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取得积极进展 同一时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抵达辽国与辽国外长会面 希望深化东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大陆外交部证实王毅将在会议期间与布林肯会面 但具体时间尚未可知 今年东协外长会议主轴聚焦南海问题 然而在此之际中俄两国却恰巧 启动空中联合巡航 让国际社会心生忌惮 俄军TU95战略轰炸机与大陆解放军轰6 联合执行巡逻和空中加油任务 演练地点靠近美国阿拉斯加白令海峡 纵使没有入侵美国领空 但仍因为闯入阿拉斯加的防空识别区 被美国与加拿大战机拦截下来 在美国大选纷扰之际挑动敏感神经 这是自2019年以来 两军组织的第八次空中战略巡航 此次行动不针对第三方 美国军方回应俄罗斯战机现身不稀奇 但大陆轰炸机进入这片空域 却是历来罕见 美方将严密监控 TVB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